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8月1日星期日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的建军节 我在这里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 祝现在建议的军人们 和曾经的军人们节日快乐 我给大家敬个礼吧 在这个建军节的日子里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展示了我们中国军队的实力 展示了中国的威力 那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就是知道怕了 山东舰率队出击 英国改口 不想对抗 将远离南海岛礁 这内容呢 是这样的 全世界都盯着的英国皇家海军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编队 日前已经正式的进入了南海 这件事情呢 前两天我也已经做视频跟大家讨论过 然后这篇文章说 随行的包括一艘四五行驱逐舰 两艘二三行护卫舰 一艘机敏级的核潜艇 再加上两艘后勤辅助舰船 这个前两天呢 我也跟大家讨论过 它本来呢 它是有 两艘四五行的驱逐舰 两艘二三行的护卫舰 和一艘核潜艇 但是呢 它为什么这篇文章里面说呢 它只有一艘呢 就是因为它有一艘刚一出门的时候呢 就坏掉了 它的发动机呢 就爆掉了 不得不就在当地 进入了意大利的那个修船场来进行修理 所以呢 现在他们是一个瘸腿的状态 这篇文章说 有意思的是 由于英国海军凑不齐一支 海洋编队 导致编队里还有两艘外国的军舰 这个呢 我前两天也已经跟大家介绍过 一艘呢 是美军的驱逐舰 另外一艘是荷兰的护卫舰 另外呢 女王号航母甲板上的F35B的舰载机 也并非英国海军的 而是由英国海军提供了8架 美国海军提供了10架 就英国这种实力还敢出来要无扬威 你说是不是还不够丢人的呢 然后这篇文章说 根据媒体信息显示 7月29日英航母编队 已经进入南海的南沙群岛并驶向西沙群岛 目前来看 并没有出现要闯中国领海的迹象 我刚才呢 也是在网上查了一溜够 都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可见英国呢 现在是老老实实的 不敢找事 然后这篇文章说 不过由于英方一直渲染要在南海搞事 前两天英国防大臣还扬言要中国遵守南海仲裁案 并不承认九段线的划分 这两天英航母还在南海进行了F35B密集起降训练 因此我们有必要保持警惕 整个带弹 以防止英航母编队成员突然离队 做出过分的举动 对 他们这种事呢 也不是没有做过 对吧 在黑海的时候呢 他那个驱逐舰呢 就离队 到俄罗斯的领海去找事 结果呢 被俄罗斯 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灰溜溜的离开 还不敢承认 从解放军近日的频频动作可以看出 我们对英航母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首先 山东舰已经率队出击进入了南海 万吨大驱055型导弹驱逐舰 也疑似出动了两艘 这样高规格的迎接女王号航母编队 英国人应该感到荣幸才是啊 挺幽默的 就是呢 中国是有实力的 我前两天的时候呢 也做视频 已经跟大家介绍了 介绍南海舰队的实力啊 南海舰队呢 只要是 拿出来一点 就完全从气势上压倒这个英国 对吧 这里面已经说了 山东舰 已经进入南海 然后派出来了 两艘万吨级的055大驱 光这两个就吓死他们 其次 央视昭文天下也罕见播出了 歼16战斗机的反舰姿态 同时携带某款红外吊舱 和两枚反舰导弹 空军方面称 与歼20搭档使用 将形成强大的制空制海制地能力 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了 已经不是抗美援朝时候的中国了 抗美援朝的时候呢 我们志愿军 全指着两条腿呀 就没有制空权 没有制海权 但是 还不是一样靠着智慧 把美国和这个联合国军 打得屁滚尿流吗 对不对 然后这篇文章说 最后面对已经随航母编队驶向西沙群岛的 机免级核潜艇 南部战区方面也拉响了警报 组织了一场 实弹的反潜演习 演习中 海军空前200反潜机 挂实弹直扑目标海域 对水下目标投放多枚 自导圣诞成功 集中目标 他们不是有核潜艇吗 对不对 那南部战区呢 就给他来了一个反潜的演习 他这个核潜艇啊 进入南海的时候呢 他还特意 从这个海底升上来 然后呢 升起来他们的国旗 来向中国示威 你就这么一个破潜艇 你有什么好示威的 这不中国就开始进行演习 对吧 反潜演习 就用海军的空前200反潜机挂上实弹 就直扑那个水域 发出来多枚的自导深弹 很准确的 击中目标 解放军的密集动作也印证了国防部 对英方的警告 那就是中国军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坚决应对英方的挑衅行为 这就是英国的航母 刚一进入南海 刚一离开马六甲海峡的时候 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 吴谦大孝 所说的一段话 就警告他们 中国军队将采取 一切的必要手段 坚决应对英方的挑衅行为 也就是说英军如果老老实实的 通航南海也就算了 中国都说了 你要自行通行可以呀 我们从来都不反对任何的国家来自由通行 但是你要找事可不行 然后这篇文章说 如果不然解放军部下的天罗地网 绝对足以让英国航母编队 好好的喝一壶 那英国的这个编队呢 似乎是看到了中国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主完整的这个决心 英国方面似乎知道怕了 然后呢就改口称 并不打算跟中国在南海进行对抗 他们会以最直接的路线加速离开南海 进入菲律宾海 执行后续的部署任务 别忘了他们那个航空母舰还爆发了疫情呢 现在日本的那个疫情 因为开这个奥运会 这些天呢 他们每天的确诊人数是直线的上升啊 前天突破了一万例 然后昨天呢是一万两千多例 每一天都在上升 那你这个英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然后就奔日本去了 到了日本以后 就这个病毒都有可能把他们给一锅端了 英国国防部的官员称 他们会远离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中国岛 与其至少保持 数十英里的距离 英国国防部的官员表态了 离我们的那些岛礁远点 别找不自在 英国呢 其实以前也有过教训的 这篇文章说呢 在过去英国不是没有闯过中国南海 2018年的时候 英国军队的一艘船务登陆舰 就闯了我们的西沙领海 当时引发了中英外交纠纷 如果想再次惹事的话 势必会两次的仗一块算 然后这篇文章说 这次英国一直造势 要让中国尊重航行自由 虽然现在说不愿意跟中国对抗 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趁机在西沙群岛附近搞事 更何况 伊利沙白号航母编队中 还有一艘美军的驱逐舰 不排除美舰单独行动的可能性 现在呢正值 八一线军节 如果有境外的势力想趁这个时机搞事 解放军必定不会给他们留一点面子 当初2016年中美南海对峙的时候 美军的落荒而逃就注定了他们 再也没有干涉南海局势的资格和能力了 随着我国山东号航母打击群在南海巡航常态化 美军在南海的生存空间会被进一步的压缩 如果他们认为拉上英国海军过来 就能改变这个现状 那只能说太天真了 因为在解放军的东风快递面前 美英航母 是平等的 我们会平等的对待他们 我们的东风快递导弹 可是不长眼睛的 好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 我再一次的给大家附上 中国南海舰队的实力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关于英国的 伊丽莎白女王号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环球航行 现在进入中国的南海地区 这是这段时间呢 已经是炒作了一段时间的一件事情了 那他现在呢终于是进入了中国的南海地区了 这段时间以来呢都是在炒作说 他进入中国南海地区以后呢 他们会干什么 然后中国会如何的应对 那现在呢他终于是来了 首先我想跟大家读一下呢 环球时报 就是老胡他们 发了一篇社评 是昨天发的 我给大家读一下哈 这个社评呢是这么说的 题目是 应见 以来南海 犯见 莫在找抽 这个呢 很有这个 调侃的味道啊 表现出来的是 中国现在 很有实力的情况下 对他的一种 轻松应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英国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 25日通过马六甲海峡 进入南海以后 几天来尚未有吸引舆论聚焦的突出动作 美国右翼媒体 《华盛顿观察家暴》 怂恿说 英美特殊关系是否真的特殊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军舰 是否会进入中国12海里 领海 英方早前的表态是 航母战斗群将去宣誓航行自由 但不会寻求对抗 伊丽莎白女王号来南海 无疑是为刷英国的存在感 我们要在此严正警告这个航母编队 克制和守规矩是他们必须遵守的本分 请好好走成熟的国际航道 离中国岛礁12海里远一点 美国军舰已经有过多次闯 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领海的先例 中方迄今保持了最大的克制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会长期容忍这样的挑衅 更不意味着美国的盟友都可以学习 华盛顿的危险姿态 中方的驱离行动随时有可能加码 往未来看 制止闯领海的入侵行径 是中国注定要不断强化的斗争 我们奉劝美国的盟友 尤其要 谨慎行事 与中国的红线保持足够的距离 不要硬往前闯逞能 必须对他们直言 他们的军舰 如果学美军在南海撒野 将更有可能成为中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 杀衣井百的目标 毋庸慧眼 中国在不断加强 针对南海的军事力量建设 这些建设不光是向南海部署军舰 更是体系性的军事斗争准备 南海热点地区与中国大陆的距离 非常适合中国多款中程导弹发挥作用 美国及其追随者 如果只是想数一数南海上谁的航母多 谁的战机多 那就错了 那些航母在极端军事斗争的情况下 全都不堪一击 南海是国际海上通道 它的航行自由历来是充分的 在国际法允许的情况下 包括美国和盟友的军舰 都可以从那里不受阻碍的通行 但是如果那些军舰 想施加地缘政治压力 在那些航线上筑起一道围堵中国的墙 那么那些军舰一定会受到来自中国的对抗 而且这种对抗的强度 必将不断增加 英国来南海刷存在感 这个念头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危险性 我们尊重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军事力量 在南海享有国际法赋予的通行权利 但伦敦如果试图在南海形成有地缘政治意义的军事存在 就是在打破南海现状 而英国根本就没有重塑 南海格局的能力 准确说英国如果想在南海扮演脅迫中国的角色 就是犯贱 如果有实质动作 就是找抽 这样的奉劝 我们也要送给澳大利亚和日本 对国际上来说 南海首先是航道 然后 那里有不同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 关于纠纷 中国与南海国家正在努力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和平解决或有效管控那些分歧 总之那是域内国家彼此之间的事情 外部国家都只应走航道 而不是主动陷入纠纷 美国来南海发挥作用是它霸权主义的表现 它让南海成为了大国博弈的新前线 中国将在这里与美国了结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 其他域外国家都请多远点 不要自找误伤 这是环球时报的这个社评 那中国的官方是如何表态呢 中国的官方也表态了 7月29号下午 国防部也举行了例行的记者会 国防部新闻局的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 就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进入南海 以及英军将在亚洲海域永久性的部署两艘军舰 回答的记者的提问 吴谦说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当前南海局势总体趋稳向好 中方尊重各国舰船 依据国际法 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 但坚决反对有的国家出于挑衅的目的 不远万里派军舰到这里来刷存在感 吴谦表示中国军队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 予以坚决有效的应对 这是吴谦大笑在昨天下午的一个表态 这都是最新的表态 那这是中国的表态 那中国有什么样的实力呢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中国的南海舰队有什么样的实力 刚才环球时报那个社评里面已经说了 中国的导弹 可以从岸上 向南海地区发射 可以很精准的命中目标 你这个航空母舰呢 就根本不是这个导弹的对手 你只能是一个炮灰 还别说你 其他的那些舰艇了 中国在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呢 已经试射过一次了 分别从中国的 西部地区 以及中国的东部地区 分别射了两枚导弹 都精准的 命中了 在南海的 活动目标 英国 美国 以及 其他的那些国家呢 在环球时报里面 点出来了 就是日本澳大利亚 心里面都应该有个数 这个英国呢 一定要搞清楚 美国已经在这个地方 挑战 几次 进入 12海里 中国 没有理他 不代表着 中国不会 理你英国 也不代表着 中国一直 都不理美国 这些呢 都要搞清楚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中国的南海舰队 有什么样的 实力 中国的海军呢 目前来说有三大舰队 分别为北海舰队 东海舰队 以及南海舰队 其中南海舰队的任务 最为繁重 不仅要保护好我国 在南海地区的大量 岛礁和 渔业资源 石油资源 天然气资源 同时南海地区 也是近海和 能源交通的要道 关乎国家的利益核心 也正因为如此 南海舰队的实力 在近几年里面 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目前已经排在 三大舰队的第一位 那么南海舰队的实力 究竟有多强呢 我们就从近些年服役的 舰艇的数量 来分析一下 首先 我国首艘 国产航母山东舰 于2019年12月17日 在三亚某军港服役 加入南海舰队 这是我国 三支舰队里面 唯一一支 拥有航母的舰队 辽宁舰 虽然在北海舰队入役 但隶属于海军 直接管辖 再来看一下 驱逐舰 截止到目前为止 南海舰队共 服役了6艘 052D 系列 驱逐舰 4艘052D 2艘052D L 2艘052C 2艘051 1艘051B 2艘052B 共计 13艘 驱逐舰 另外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 055大区除了101南昌舰 和102拉萨舰 以服役北海舰队以外 其他的6艘目前都在紧张的海事当中 未来可能要有一到两艘加入南海舰队 到那个时候 无论是在数量上 还是在性能上 南海舰队的驱逐舰 都排在首位 再来看 护卫舰方面 目前海军总共列装了110艘 护卫舰 而南海舰队呢 就拥有35艘 其中054A护卫舰 达到了10艘 056轻型护卫舰 达到了23艘 而这两款护卫舰 都是在近几年大量服役的新型护卫舰艇 用于替代老旧的053型护卫舰 和037型列潜舰 在总量上 南海舰队的 护卫舰的数量 虽然不高 但是 在054A 和056 这两款新型护卫舰上 南海舰队遥遥领先 其他两支舰队 在两汽舰方面 目前南海舰队拥有4艘071型船务登陆舰 10余艘072系列坦克登陆舰 近期 我国首艘075两汽攻击舰 停驻三亚谋军港 很有可能在不久后 正式入役南海舰队 若从舰艇数量来分析 一艘071可以运输一个800到1000人左右的 重型装甲合成营 而一艘075 可运输包括20多艘各种类型的直升机 4艘汽电船 以及800人左右的两汽加强营 按此计算 南海舰队 海军陆战队至少拥有3个力的兵力 若进行夺岛作战 南海舰队可一次性投送3个旅的兵力 因此无论是在规模上 还是在实力上 南海舰队绝对是王者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潜艇的数量 由于南海舰队地理位置优越 海水较深 更有利于潜艇的隐藏 因此南海舰队服役的潜艇数量 在三支舰队里面是最多的 目前南海舰队共列装了31艘潜艇 其中核潜艇12艘 常规潜艇19艘 而从已知的消息看 我国目前最先进的094战略型核潜艇 可能仅服役了6艘 而南海舰队就占有了5艘 在常规潜艇上 南海舰队服役了4艘 039G型潜艇 4艘俄制的636-M 击落级潜艇 4艘035G型潜艇 5艘035B型潜艇 和两艘039B型潜艇 是中国最强大的水下力量舰队 具备水下核反击能力 从以上的数据分析来看 南海舰队的实力非常强悍 其实力超过整个东南亚海军的总和 目前南海局势极其复杂 南海海域面临的域外势力干扰呢 日益严重 这也就需要一支实力超群的南海舰队 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那以上呢就是南海舰队的这个实力 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回呢来势汹汹的这个英国的 伊丽莎白号航空母舰战斗群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那英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呢 是英国最新的一个航空母舰 也是他们唯一的一个航空母舰 那这一次的航行呢是他的一个首航 而英国的军事实力是什么呢 就是他自己啊就连这个航空母舰这个战斗群 他自己就形成不了 首先呢航空母舰呢 他是为了在海上那些飞机从上面起飞的 对吧 首先呢就连这个航空母舰上面的这个飞机啊 他都不够 他这一次出行上面的这飞机呢 多数都是美国给他配备的 而且这上面的F35的这个飞机呢 数量 还不够他的这个应有的编制 这是其一 其二呢就是他这个舰队啊 他的驱逐舰 护卫舰 潜艇 这些 他自己他都不够 他自己呢 只有两艘 四五行 导弹驱逐舰 他自己有两艘 然后呢 他有两艘二三行的护卫舰 还有一艘核潜艇 他自己就这些 美国又帮他配了一个驱逐舰 那荷兰又借给他一个护卫舰 这就是他这一次整个的这个规模 这是他出发时候的规模 但是呢 他离开家没多久 就在地中海的时候呢 他的驱逐舰呢 发动机就爆了 爆了以后呢 不得不到就近 到意大利的船厂 去进行维修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舰队里面 现在他就缺腿 就缺了一个驱逐舰 如果不是美国给他派了一个驱逐舰 的话呢 他现在就只有一个驱逐舰 从他的这个实力来看 和我们中国的那个南海 是远远不能比的 远远不能比的 所以他这一次他来到这个南海呢 估计他不敢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 如果他胆敢做出出格的举动的话呢 那中国如何来应对他 这就是这段时间以来 国内外的 很多的这个 军迷和非军迷们 进行讨论的 一个话题 那我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 那我也和 我的网友 进行了一下的讨论 就说 他如果真的敢犯贱的话 那我们中国 应该怎么办 那首先呢 就是不理他 对吧 就跟以前 美国 来进行挑衅一样 我们这次呢 也不理他 但是呢 大家都 都比较 主张 在这一次 英国 如果胆敢来犯贱呢 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 也就是说呢 不理他这个选项 没有人主张 主张呢 就是要给他一个教训 那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教训呢 就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1个方面呢 就是吓跑他 就和他们在黑海去挑衅俄罗斯一样 俄罗斯呢 一个是 从这个舰艇上 就给他发射那种警告式的这种炸弹 让他离开 但是他并不离开的情况下呢 俄罗斯又起飞了飞机 从空中来扔这个炸弹 在他的前面扔炸弹 让他不能再继续往前走 那他只有是狼狈逃窜 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做法 中国也可以 用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给他赶走 给他去离开 那这是一个最不激烈的一个做法了 也是对英国最没有后果的一个做法 那我跟网友就讨论呢 有一个网友就说呢 中国一定要让他有一个教训 然后其中一个做法呢就比较主张 我们有的是那些舰艇 对吧 我们就出动我们的舰艇呢 来把他包围起来 给他包围在那里 然后呢 事先 我们要带好那些个媒体 让国内外的媒体呢 我们用一个舰艇给他们拉到现场 让这些媒体在现场呢 都观摩 英国的舰艇的这种情况 这就是证据啊 对吧 我们就给他围在那里 让他动摊不得 如果你敢动的话呢 我就把你击沉 这是一种 另外的一种呢就是 也是给他逼停 完了以后呢就逼迫他 把这个舰艇 开到一个我们指定的一个地方 那无论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 我们都要让他付出代价 你要赔礼道歉 或者对你进行罚款 中国和英国一边呢 要进行谈判 直到有了中国满意的谈判结果 才放行他们这个船只 不然的话一直扣着他 而在这个中间 都让那些媒体 都来观摩 把这一次的舆论给他造的大大的 我不知道网友朋友有什么看法 你有什么看法可以给我留言 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